各位同仁請就座 向大會報告 今天上午繼續市政總質詢 第一位我們請江瑞宏一眼質詢 時間50分 我們議長 議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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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我本身修身要請教我們交通局 我知道在這五月十九 那天我們邱鎮宣議員 在執行的時候 我們進發局 我們有確定說 在任務產業延期 已經在應該幾個月就要擋拖 要開工 在這裡主要分析就是說 要請教我上面有這行為 就是說我們的產業延期 臨近這些樓的樓 関連到我們產業延期 他要請上正式進駐後 上下班 應該差不多有在那四五千人在那 當那個時間 下班時間也好 上班時間要進來就好 剛才那個人做的那個時間 在那交通樓 我請教交通局 這未來要怎麼去輸出這個交通樓 還有車延 上下班時間 整個樓四五千人 包括 你看這是 像這 這條就是我們國道十號 這條就是我們林林路 林路高中 這邊要去學校 這邊要去學校 這主要的道路 還有這個水公路 這裡 你進駐出去四五千人 甚至林路高中學生在那上下 公家機關都在那 你看四五千人 你還要去學校 整個擠在那裡 就像我上下 這陣子說 為無其力 先受其害 我們請 你看 要怎麼 那鐵安林路 商業公園 我們交通樓 交通樓 要來找出樓 你看這 這十號叫腳 你看 我們產業NG 那些青春都還不記得 你看 進入 我們的交通 的流量 就要擁擠了 你看 這都交流桌 剛才在這個交流桌的腳 林務高中學生 我 我林務利 跟我們林務利 行政重心 都在那裡 整個車 都剛才在那裡 十號叫腳 的交流桌 你看這未來 要怎麼 我請我們交流局長 去回答一下 張局長 請答悟 好 謝謝議長 謝謝江議員 其實 人務整個地區的發展 因為整個產業 還有人 土地重劃 跟人口的移入之後 他這邊的交通 其實已經產生一個瓶頸 那也因應整個人務 產業營區的發展 其實我們 在今年的十月二十七號 交通部的政務次長 有來拜訪市長 那我們針對周邊的一些 包括高頻二塊的一個道路系統 在這邊會設一個交流道 已經都確定了 那另外就是說 在短期內 因為這現況的交通量的問題 其實交通局還會盡量透過一些 耗資十字的管制 來做一些紓解 那長期的話 配合整個高頻二塊通車 這邊就會再新增個交流道 來改善這邊的交通問題 對 我現在說的意思 你像這個 這剛才在那個 產業營區 在今年的豆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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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 你未來 如果開發好 這裡的人 去上班 超級進駐之後 你要怎麼 是不是這樣 位於索磨 對 你比如說我 之前也 上幾天我也有提議 說什麼 可以 我們這個大廈 要用營酒 這個 公園 是不是夠的大廈 大廈區 還設一個交流道 可以說 比如說 你營酒 大廈那邊來 他可以在大廈那裡 不要再來自動我們聯務這個交流道 減少我們的交流量在這裡 甚至 例如說 下班時間 他如果高雄七 上班 要等到大廈 他就直接從大廈下去 不用再對聯務下去 這都可以輸出交流量 你是不是可以在拼勾 好 跟議員報告 其實這個整體 這個地方的整體 其實有在做一些評估 那我想 除了我剛剛所補充的 因為以後 會有一條高頻 第二快速道路 會從屏東端 然後進到 經過人武場運營區這邊 然後到我們高鐵左營站這裡 那這條 整個東西向的快速道路 其實對人武場運營區周邊 也會有 也會有紓解的功能 那包括說 以後一個系統交流道到國一 所以 我們現在初步評估是 這個計畫是已經走到 規劃階段會比較快 那至於議員所建議說 還要再增設一個國史的交流道部分 我們會來做一些研究 好 你是不是回到我們高公寺 是不是來回看看 看是不是 在那個大廈 冠山 到我們年末的交流道 到厭袖交流道 中午這節 還可以再設一個交流道嗎 好 好 我們來邀請高公寺 好 好 你請坐 好 我指的是 我們小便 要這幾個 我是所以 我們的醫院 這都是 很苦惡的事 就是 韓國瑜市長 在我們 陳吉市長 這座 他心路 已經二十幾年 包括大廁 任務 甚至 三民区的民眾 這座路裡面的工廠 這也是要通風大橋會算主要的道路 這個過去都是路四條 這個金針路已經 林武朗期待二十幾年 將他在陳吉市長要下去的時候 有報期中央 中央也有訓 補助款都下來 我們韓市長竟然被扮銷了 這是不是我們韓市長 在你未來是不可以把這個金針路 來扮銷 這座裡面我們韓仔來 要通風韓仔利 甚至你如果產業延期 產業延期從韓仔那邊過來 也可以輸出交通量 是不是請我們韓市長 對這條路透過關心 一定要當時 這個待會你回答 我現在還請我們高郎局長 這條未來 你看到差不多 沒有 沒有 現在我們的 新公處 新公處 你這條目前進行到怎麼樣 新公處處長 請答應 謝謝主持人 感謝工議員 對我們這個案件 等級以來的關心 跟議員報告 這個人心路 其實議員關心後 我們非常地處理了 現在這個人心路 我們分三個 第一個部分 透過關心 因為他們這條案件的 透過關心 都比較偏懸 透過關心 我們在今年跟明年 我們是新公處 先自己籌籌 我們的一些經費 去掌握地主 我們之前先掌握 他了解他的議員 有一些地主已經有議員 我們先跟他做一個簽約 他取得他的用地 他逐步去取得 今年跟明年都一面取得用地 那明年就會啟動那個設計 那預計是大概111年 我們會先 第一期的部分 會先辦開工 那希望在112年底 可以完工 就是在第一期的部分 工程的費用 也是會一面 去把他們建設計費 現在進行的進行實在沒有這樣 這樣我請問我們處長 我知道你之前 你有跟我說 你有風雜的那些情緒嗎 是 也有吃個秋雄 我也跟你說 他也願意提供無常使用 是 目前無常使用的秋雄 大概降百分之多少 其實跟議員報告 差不多無常使用 他們的地主的比例都不太高 但是說他佔的土地 那個名字其實不多 但是他就是一個 配合度跟他的渴望表達出來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也是很接近 來掌握地主來進行 大部分的地主都還蠻願意的 這樣請坐 謝謝 感謝你 這間真的要積極力做 這真的是 你看我 今年 說到這條 我們整個任務人 真的受到 說這 過期的立委 鄉頂 過期的管議員 正出二十幾年 不容易說 人家這條 補助款 跟補助款 都擲來 經驗 有錢 沒有錢 還沒有 還要拿回來 你看到很好 沒有 麻煩我們處長 是否這條 特款的工程 要緊積極力進行 現在 這也是有關到 我們產業延期的 就像我剛才說的 任務局長 通社安全部到 在這樣進入路 這座 也是一定要特寬 這 之前 議長 你也有機會 你看看 在任務局長 這有哪有 你的想法 在那 我們任務局長 這個門口 這座路就是 通公 像我閉的那裡 就是 對國道石頭 就在交流桌子 那裡 你看看 那邊 在那裡 或是 十五個叫 交流桌子 那裡 那這座路 我應該說 那這座路 是可以用一個通學步道 給學生 上學科 因為這座路 我講過 坦白說 應該沒有到十二米 你看 主要任務 要處理交流桌 這個中央的桌路 未來 我們共同局這座 是沒有 跟我們 有關檔位 是沒有 把這座路 報入這座 來 來特寬 你看 這座路 這未來 要怎麼 四五千人出來 這 差不多 應該十米 十幾米的路而已 那你要怎麼 那些人 這個 上下班時間 出來 整個桌子 那 這時候 你看 在地的民眾 萬代 這個上下班時間 就 車輪就多了 那你還 還要這樣 那些產業人士 正式營運 我講過 那些四五千人 會在這裡 這根本 萬代 在我們 比如說 在我們那裡 要出到九月圖 差不多五分鐘 就去到九月圖 店面 去到十米 去到十米 應該像這樣 這座路 如果沒有特寬 二十米 你還要加在那裡 那裡 這是什麼 請我們 九郎共 我們 把這條 進入路 林務高中 頭前這座 我們 立立 我們這個 家園倒路 報 我們的內建部 是嗎 可以 把這條路 我們來討論 現在 林務 三項 我 在中山大學 分校 進 中山大學 他 我們 國安部 有 百二十四公圈 在這裡 要給他 做分校 他現在也開始 在重工 在整體 未來也有兩個科系 那天 我知道 他們有重拖電力 也有半年 有兩棟 兩個科系 要進駐在這裡 他的旁邊 還有一個 十公圈 放在那裡 爬蠻 發燥 這就在 林務高中 大社區 的境界 這 是不是可以 做 做到 兩區 連結在一起 的 未來發展 讓我們 市長 是不是 拜託你 去向國安部 證明 這條十公圈 是 未來 市府 要來做一個 秀選延期也好 提供 看 你們 都會整個 不要說 把這塊 爬蠻蠻蠻蠻蠻蠻 這 在大社區 跟林務 計劃 這個 中間 駐隔 兩個區 連結的發展 這真的 也很好 這已經在這裡 在二三十年 這 也拜託我們 我們市府 這邊 市長 極力 進出 這塊土地 土地出了 之後 看要怎麼開發 這 待會我們市長 再會來回答 還有 這個社區 倒路 孫海 沒有人管 請問市長 這要怎麼處理 在 在 今年 落後的時候 我 也有接吻過 九層 竟然都 沒有一個 下落 你看 我們 這個 也是在 陳冠霧 十分 他 這塊 以前是我們 台藤 提供 無償使用 這個 新明中議員 他之前 做鄉頂的時候 說 特種的路 結果 你看他的路 裡面 我看見 整個 高雄市 不要說高雄市 可能是台灣市 也 我們台灣 你看看 這個路 這是一個 飛鳥的 那種 頭 有搭的 你看 這整條路 真的 不怕 人民眾 在反應 會記 他 警察 那天 那天 水利局 也有來 找外 要說 到 你穿高雄市 也不說 有一個 結果出來 是否這條路 是否看我們 永江市 和水利局 作為來 再辦一個 會坑 到底 你們的主管 單位 什麼人要來處理這條 你們水利局 到 幹部局 便會提 是否請我們兩局 找一個時間 作為來 會坑 或是來協標 看你們 到底是 第一局 要來負責這條路 這樣 幹部局長 這條路 是誰要負責 是誰要負責 書局長 請答應 好 謝謝主席 謝謝江議員 這條路 我們會 會同 水利局 跟議員 對 我是說你們的財責 大家來協定 不要太少 提 說 他們 說 他們 他們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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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他說 他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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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 我 這 我們 他的 истор 總是來處理 這樣我們局長請坐 現在這真的是一個歷史說的 市長我們的交情區 這都是社區型的 也有去費勤過 結果我們費文是說 規定就是社區型的 我們支援不能經費去補這個路 這跟任務區也不要說任務交情 甚至整個高雄市 只要你社區型人有開放自由通行 我感覺你比如說 你看我也在查他投雄市 這巨山嘛 他只要如果開放自由出入 你看人家投雄市的支援也是 經費去補這些路 是怎樣的高雄市不行 這是不是我們市政府這邊 我們來討論看嗎 看未來對這些社區型 有開放 開放民眾自由出入的這些道路 是不是可以討論看 要怎樣來講 過去高雄管理時 其實我知道公所 他只要腦籍 他們都會去補 結果合併之後 他們就把你用一個 整頂出來都不行 這是不是我們市政府這邊 我們去檢討看看 這不是 這不是関連到 我跟任務和交情而已 這甚至 整個高雄市整體的社區型的 這也是 提議 我們這個民眾處理 尤其他們過去 我知道社區 家從家都會留一條基金 你兩句也可不可以 譬如說二、三十年 那條基金也可以完 他們根本沒有錢 來討論這個路 是我們市政府這邊 人家投資就可以 是這樣公公市不行 讓我們檢查看看好嗎 讓我們92級中央 到這個政党 我們的地政局 局長是民去報告一下 請我們地政局 陳局長 陳局長請答覆 謝謝議長 謝謝蔣議員 剛才二級中央的目前 進度簡單為議員報告 工廠的進度已經百分之七十幾 超前 進度目前是超前 土地分布的部分 我們在去年的八月 已經公告期末了 所以一定這個工廠 明年的六月我們可以來完工 完工之後 第一切龍之後 可以把土地交的地主來使用 以上為議員報告 好 好 我們特地請社 來 現在請我們的地政局 再來報告我們百萬年的進度 中越 在北瓜寮 你看這個 在那個進程 他們有報告說像這個就是愛河源頭 他們說要做一個一百幾的項目 做一個整個進行 讓我這一個一百幾的地方 這就是愛河源頭 愛河從那個英眾剛才起來到這裡就一位了 請我們局長報告這個進度已經進行怎麼樣 我知道之前 我不知道已經報內進步 到底有準還是不準 當時要開發 陳局長 請答覆 謝謝主席 更將議員報告 一百幾中月內進步已經協助 我們也在今年的六月五月 中月計劃書已經公告期末 目前工程幾月設計當中 跟議員報告這個案子 在我們府來是有做一些分工 因為裡面有一個制宏池 所以這個制宏池 我們就由水利局這邊來整個設計到時間 制宏池以外的所有的中月工程由我們本郊來辦理 目前基本設計已經完成 正在辦理細部設計當中 一定在美女可以發保時間 美女等時 大概我們目前以後是大概八月 因為我們的細部設計還包括出流管制 跟道路的永久路行的一些審議 所以如果可以看得更快的 我們盡量來看 以上大議員報告 好好 我們局長請請請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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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有來回答他們有去探訪 他們在面對的回答是說 他這座樓落下整座的 是不是說他的地基是密度還是什麼 這我是比較不好 他跟我說地基要在探訪 看有什麼問題沒有 到時候我們的幹部局 他有回答 現在主要我要請教我們幹部局 當時可以把這座樓抗給平 您處長請答覆 謝謝主席謝謝佳一元 因為這座在探訪這邊 對 就是那個人上橋過 我看他的樓梯 我沒有打DCP 就是那個貫穿試驗 看他的樓梯有好嗎 大概我們是安排在年底前 我只要白甘班 在四天 這樣要關鍵的 沒有人 整座樓的人說 剛才這座樓 你如果對 是讓他這一座樓去面 倒出一座樓 就要按照 那裡的民眾都走到那裡 去那裡 我先拜託 要緊你處理 好 我會檢查到年底進展 去完成 好 請坐 现在最后 我请教我们的观众局长 我们这个观音楼 你也有这五月 或上五月月底 你有机会感觉 你未来对这个观音楼的看法 和未来要怎么开发我们这个观音楼 因为我们观音楼 都连接的观音参 和异大世界 甚至去到大城就搬参 那是佛工山 是不是你能连接作会 这是我本身建议的 请我们局长 是不是可以整个连接 跟观音参 异大世界的佛工山 连接一线 让他说一天一日有也好 请我们局长 未来你怎么要整个 君长请答悟 谢谢议长 谢谢江议员 市前报告的时 市长就有交代 观音有这么多漂亮 有交代我们几个跨局处的局长 要过去看一下 那特别议员你最重视的 自行车的那个部分 明年中央定调 它是交通部观音局 它定调是自行车旅游年 所以那一笔预算 我们现在会重新积极的争取 环弧的自行车步道 我们明年应该可以努力 把它争取下来 那至于其他观音山风景区 整个的未来规划 我们的目标跟议员是一致的 明年会积极来进行 我记得以前观音山风 到登郎阶的时尊 他在那里也有很多附近那些 附近那些 是不是未来 我们局长 我们可以朝这个方向 要怎么去这附近那些 可以像过去 这个风光在线 把这个观音楼 开发得好 让民众可以让尤其未来 它这也是在 我刚才说我们临屋的 产业元旗的旁边 让这些 进驻这些厂商到甚至完工 对这个地方也是一个 很好的休闲元旗 请安局长 那些比较接近 说要怎么整个的开发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现在 现在 这安局长 我谈到所有的 大概 回答一下 市长 请答误 议长 谢谢江议员指教 江议员对人武 可以说非常的关心 而且几乎 过去我每次到人武 不管是勘灾 或者是 这个在整个 对人武地区的一些建设了解 都是江议员提供 很多宝贵的意见 因为人武大厦 这都是工业区 所以生活品质过去 较不得好 但是现在因为人口 很多都刷去人武地区 人物地区 人所可以说 行动最快的地方 所以相对来说 就是 不管是现在的势力重划 是说经过多次的发展 这基础的公共设施 有较少也有较不好 所以要趕紧 趕紧都把基础的钢店 趕紧把它做得好 所以刚才到达成江议员的机构 开放行的社区桌楼 我才可以把江议员带 当然这条楼 如果加上是台湯的 还是其他的 我们的地区我们来协调 如果没有 这楼的收货 我的要求与监務局 我们就划紧做得好 他必须在用 他人家的地区 提供地区给你贏了 提供出来的 这楼盘的 你又要叫人家的地区负责 这样我感觉也不太得利 所以这点 市府一定会 转力把这个职业担起来 不管地区如何 反正市府最后 也是要提供一条安全 可以让大家使用的道路 这是第一点 人心路 因为它是通过很多 我们人物的一些 人口较重的所在 所以分成三区 6亿我的工程 里面3亿是土地的出地 这土地主席 第一要是地主董事 这继续也要大家说得好 所以我们的分级来处理 我也要求说 毕竟是第一级 它是比较接近凤人路 第一级如果做出来 大家两个正头部落 他就可以 乖金就出来 接着凤人路出来 他就要联结 就要联统与原来的理 他就不用走到国道十号去 简单说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分级 再来 整出中庸的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的计划 让我们一个时间 因为这个计划 一百分八年 挂下来之后 我们现在要排出这个时间 要我们冠近来整出这一步 至于第一级先做 第二级第三级 我们分配来做 还有红林路的问题是 红林路的问题是 红林路应该是任务高中 前前那条路 那任林路 任林路 任林路 任林路这条路 旁边的房子都去到差不多了 所以这个 可能如果路要旁边 目前我看起来 应该有一定的困难 你如果任务高中这十十 房子没有几间 但是我知道 但是那条路要做 不能说你做前前那 做后面那 我们就拜托 这个工医院 可以让大家 跟我们附近 跟理长 跟社会 大家再来协调 看这条 整个这条路 来看未来 要怎么整个 不然以前 做大车 后面做小车 我更怕 车流量 会躺在 那些地方 这个 跟工医院 报告 西营区的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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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印象 以前是34公斤 24公斤 是 现在在做 中担台 的用地 旁边 又一队 大概10公斤 那些 我印象 我印象 因为人物的 生活品质 要提升 这有两个部分 这个就是 我们的 社会服务 譬如说 长照 或是 其他的 公共服务 可能 有需要 或是 譬如说 互动中心 譬如说 另外一方面 因为人物的空气 環境不好 所以 他也需要一些 社区公园 或是一些 绿地使用 这些我们 跟国防部 来说 看看 这些 是否可以先 把我们政府 来检视 如果家事公 在绿地使用 里面 譬如说 最起码 可以开放 让大家做公园 做一些特色公园 或是 订阅 可能 可以 够够够够够 够够够够 来解割 或是相关这些 土地部 都在那里 去那里 放到那里 对了 不要够置在那里 環境不好 这点 就是 工区院的 建议 另外 大概就是 任务地区 操工新郡 这个 饮水的问题 我都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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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酒 对地方 最多的用心 按照这些工医院的建议 一步一步 aver近加塞 来跟工廷 做好事 来改善 人民 地区的生活 平静 以上 好,感謝市長 現在本席教我出的時間 讓林志鴻議員來接吻 好,謝謝 感謝港議員 保一些時間給我 我想台灣一直都不能 自於國際事務以外 那這幾天其實在高雄 我們有發生了一個 很讓人家不捨 也是全台灣人暖心的故事 就是我們在高雄一個孩子 他是出生之後就發現眼癌 那他在四個月之後就拆除一顆眼睛 在最近的時候 他這一段時間來一直不斷的化療 那以為說用盡各種台灣最頂尖的醫療 他的癌症都已經消失了 但是近期又復發 發現說台灣的技術 已經沒有辦法幫這個孩子救他一命 所以他面臨了一個選擇 就是要嘛就把眼睛摘除 要嘛就是讓癌細胞不斷的擴散 危及到他的生命 所以在這兩個選擇 都是讓人家不適合選擇 他的家屬都沒有辦法做任何的決定 但是因為在日本 有一個全新的技術 要把這個一個金屬片 放射金屬片放在這個癌細胞的上面 讓他可以局部的把它治療 但只有日本有 但是孩子呢 他已經這段時間來 兩三年來 已經他家裡的錢都花光了 已經沒有錢了 經過蘋果日報報導之後呢 開始發起群眾的募資 開始已經包括他解決錢的問題 但是呢 這個簽證的問題 其實是他這段時間 一直在需要克服的部分 那很感謝市長 在這件事情發生之後 主動的致電給我 也請社會局了解整個狀況 非常感謝市長 那昨天的時候也很謝謝市長 在這過程當中 請行政院南部服務中心的 陳正文執行長率隊 到日本交流協會南部辦事處 進行洽談 那這過程當中 其實好多人伸出援手 包括立委趙天麟 還有謝長廷大使 在第一時間接到消息之後 都不斷的提出協助 那其實從這件事情 我們可以知道說 高雄的孩子發生這個事情 我覺得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高雄市政府 應該扮演後盾 甚至是更及早 來做一個了解 它的實際狀況的時候 那這過程當中 因為媒體報導之後 我們開始關注 我很期待說 未來像類似這樣的案例 我們是不是可以有 更多的社會安全網 去主動去了解 有沒有更多 可能發生這種罕見疾病 它已經沒有 相關的經費可以協助 相關行政程序的協調 的這個部分 另外呢 就現在呢 其實我們昨天 在跟日方洽談之後 現在要克服兩個事情 第一個事情呢 就是說 他到那邊隔離的部分 能不能因為 他那個每10天 要打一次化療針 他必須隔離14天的規範 可以跟日方洽談說 把這個隔離時間 這個減少 那再來呢 他因為就醫的需求 他必須要在12月21號 入到日本的東京中央病院 那希望日方在這段時間 用最快速的速箭 來協助這個孩子 來拿到這個簽證 可以盡速如期 到日本去進行就醫 把他的生命救下來 也可以讓他的眼珠子 保留下來 不會讓他已經看到 這個美好世界的孩子 失去最後一顆眼睛 是不是請市長回答 從社會安全網 跟日方的協助部分 市長 請答覆 議長謝謝林議員指教 兩個部分 其實我們很多在社府團體 一方面是慈善團體 譬如說胡亂車 塞仔費 頂頂 另外一方面是 譬如說我們這些病友會 譬如說自閉症 或者是唐治症等等這些 需要拿到資源的這些協會 或者是團體 我們現在社會局的 這個謝局長 我們是現在建構一個平台 讓主管可以這邊跟這邊 說幾段需求端 可以盡量 盡量可以增加起來 這樣 別說有的團體主管比較多 有的真的需要的團體 這些比較少 我們現在要把制度上 我們做一個平台 來處理這個問題 第二是 剛剛自豐在說的個案 我本人也跟外交部 相關的一些單位 看希望跟日方的教授 因為你到晚了 也是要關閉 關閉其實某種程度 如果教授說 譬如說在這裡先檢查 檢查假設如果是陰性 過到那邊 在等他們 相關這裡 可以直接去病院 在準備開桌的時間 可以做一個 類似有一點隔離 或者什麼一個時間 再把這個速度 可以加進 這個萬親跟日方 都很專業在協調這件事 也感謝議員 從頭到尾都非常關心 也協助小朋友的家裡 不管他在 因為畢竟在社會 還有官方的管道 需要做一些整合 也非常謝謝 林議員大力的投入 來解決了我們很多代 跟家屬之間 溝通的這些問題 也非常謝謝林議員 好 謝謝市長 我希望我們整個高雄市 如果有一些面臨困難的孩子 我們市政府 跟我們所有市民團隊等等 都可以當作最大後盾 在他還沒有遇到 真正困難之前 就伸出元首協助 或許這就是可以展現出 整個高雄市溫暖的城市 謝謝市長 我剛前面提到說 台灣不能置國際事務與事外 其實台灣一直在 整個全球的局勢 變化裡面 都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包括從地緣政治 從經貿條件上面 從我們科學技術上面 都是全世界頂尖一流的國家 那我們應該對自己有信心 但是呢 其實面對國際局勢變化的時候 我們也會常常面臨一些 不同的選擇 還有我們未來的契機 我們知道說 中國呢 不斷地用這種 智慧財產竊取的手段 跟不斷地擴張 在改變全球秩序的手段 包含對人權的打壓手段 都讓世界對中國產生很多的擔憂 那另外 在之前川普政府的時候 他們知道中國的崛起 對整個全球秩序的影響 跟整個全球資安環境 人權問題的影響 所以他們開始呢 進行 對中國 就開始開啟一些中美貿易戰 一些關稅壁壘的方式 來保障他們美國國家的利益 同時也保障全球安全的秩序 但是呢 這次美國總統大選 目前看起來 應該就是拜登當選了 那 這過程當中 這幾年來 川普政府呢 對台灣祭出了許多有台的措施 包括了台灣旅行法 讓美台官員 高階官員可以互訪 另外還有亞洲再保證倡議法 還有台灣國防評估委員會法 台灣國際參與法 還有台北法案 還有2020國防授權法 從不管科技技術 人權保障 到這個軍售協助台灣自我防衛的措施上面呢 都對台灣做很多極具友善的措施 但現在拜登當選了 我想要請教市長 是就你的國際視野的角度來認知裡面 到底我們這些有台措施 會不會因為換了一個新的總統之後 對台灣有台措施有所影響 是不是請市長回答 市長 請答悟 台灣跟美國成為繁榮的經濟夥伴 這個不僅是台灣的利益 也是美方的利益 那全球供應鏈的重組 它在整個美中的之間 不管是科技的競爭 或者是貿易的摩擦 都不可避免地在這個框架下 台灣跟美方的未來的深化的經濟夥伴的關係建立 或者是經貿的合作 這個是必然的一個趨勢 因為它這個會牽涉到美國國家的根本利益 因為自由貿易怎麼樣能夠促進更多的經濟合作 會從過去從不管是雙邊 拜登上任之後也會逐漸地擴展成多邊的對話機制 那我認為這個對台灣未來加速加入CPTPP 這個絕對會是一個正面的一個幫助 那我也相信因為供應鏈的重組 台灣在很多既有的這些領域 譬如說我們在半導體的產業 或者是在整個5G的硬體的供應鏈 甚至是在整個5G的所謂的這個乾淨網絡 因為它未來不僅涉及到整個包括這些虛實的整合 這些軟體的應用服務裡面 這個都會牽涉到資安 所以這個部分台灣無疑在跟美方的經濟合作 或者是未來會有更多的這種 從這個月的11月20日的繁榮經濟夥伴的對話 這個一定會把它常態化 這個是必然要走的一個趨勢 因為這個不是對台灣有利 對美方相對也有利 所以在11月20日在美方即將舉行的 這個繁榮經濟夥伴對話裡面 它的範圍你可以注意到它除了不管是5G 或者是供應鏈重塗 它甚至擴展到能源的議題 或者是在這個基礎建設 甚至是投資保障 以及新南向國家的貿易合作 所以我相信在未來 不管是現任的川普總統跟未來接任的拜登總統 我想對於這個區域的經濟的整合的速度 應該會加快 所以這個讓我們台灣能夠有更多的 跟其他的這些我們不同的貿易夥伴的這個合作的機會也會增加 好 謝謝市長 我相信市長的這個行政經驗 有富含這個國際視野都非常肯定 剛剛特別提到就是說 20號即將要進行台美經濟對話 即將針對的就是台美雙方疫苗 藥物試劑高階半導體製程合作 甚至在未來整個美國供應鏈裡面 台灣就是一個重要的夥伴 不論他過去我們川普政府所接諸的 台灣是在印太戰略裡面一個重要一環 或者是拜登政府提出來 可能新的未來的願景的措施是什麼 我們還不知道 台灣的地緣政治跟經濟的條件 都是整個全球供應鏈一個很重要的措施 所以我看到這個報導裡面在講說 未來這個對話裡面會針對我們台灣的 半導體通訊AI技術 還有這個綠能創新產業 健康戰備產業 開發全球市場跟5G的乾淨網絡 這些都是未來台美合作 一個很重要的機會 但是呢 談到這個部分 其實我更在乎的事情是說 那我們高雄的機會在哪裡 我們未來的橋頭科學園區 有沒有辦法跟上 這個國際全球經貿戰略 跟國際供應鏈重組的腳步 或者是說 我們高雄既有的傳統產業 如何升級 有什麼方向 可以跟上全世界腳步 讓台灣不會在國際市場裡面 國際事業裡面置身於事外 可以這個跟上世界腳步以外呢 可以在一些尖端技術 可以引領全球成為台灣的獨到 是不是請市長回答 高雄的機會在哪邊 市長請答悟 謝謝議長跟林議員指教 簡單講 因為我們最近幾天在討論 RCEP的簽訂 其實在之前東協已經分別跟中國 日本 韓國都簽訂所謂的東協加三 或者是等等不同的貿易協定 中國跟韓國也有所謂的FTA的簽訂 所以這一次再加上RCEP 其實它增加的這個自由化的清單 或者是它的騎乘 甚至到10年到25年 都非常長 對於台灣現階段馬上會有的影響 其實現在還看不出來 那相對來講CPTPP的自由化的程度會比較高 那我也相信說這個長遠 我們還是要以CPTPP 這個為我們努力的一個目標 能夠有更多的區域間的一些經濟整合 那假如有加上美國再加上印度 再進來的這個組織 我相對它擴張的這個市場的機會也會更多 那從過去多邊的這個FTA到現在的RCEP 其實我們比較在意的是說 譬如說我們的機械啦 或者是鋼鐵啦 或者是紡織 其實因為剛剛之前所提到這些雙邊的 多邊的這些FTA 在後來的RCEP做一個比較 其實是對於中國的一些影響 因為我們的工具機 我們的這個鋼鐵 鋼鐵都銷往中國的數量也是非常多 在這塊來講 經濟出來的競爭的對手 變成一份的韓國 但是在這次RCEP的簽訂的範圍裡面 這些其實並沒有納入這個清單裡面 所以它的影響其實 它的範圍其實並不會那麼明顯 另外我們跟東協的國家 我們在RCEP簽 現在看起來這裡的一些穿多粗暴的看起來這裡 我們最近已經有百分之七十個 書網東協的產品裡面 大概七十二%是屬於免稅 包括我昨天在講的這個ITA 因為資訊產品大概都不用稅 跟TA頂頂其實本來都在這個清單裡面 所以它的影響我覺得 其實還是會有一段比較久的時間之後 才會產生立即明顯的一些影響 所以在這個時間裡面 政府包括在做的 包括我們的高階製造中心 你還是要有差異化 在價格上你還要增加你的附加價格 你才會更有競爭力 你不能英文都要跟中國 還是東協國家 你在價格上做一些競爭 所以我們金屬扣建從螺絲 一定要轉型到高附加價 比如說衣材 或者是高階的 譬如說芽材 紫芽等等 或者航太材料 你還是要往這個方向轉型 所以轉略政府 本來我們在做打造高階製造 這個不僅說我的政見 也是蔡總統的政策 這個方向是要讓我們的傳統產業 加速的往數位轉型 少量多樣客製化 讓這個價格能夠增加 它更有競爭力 我們才能夠擺脫 我們在價格上的一些競爭 第二就是我們的 半導體的先進製程 因為半導體它會牽涉 往前走的IC設計 再往前走 大概就是5G的很多的應用服務 不管是車用電子等等 我們台灣在5G的供應鏈裡面 我們很多核心網絡的技術 包括像伺服器等等 這個核心 我們很多的技術都 產量都已經是世界第一 所以加速5G AIoT的新創原器成立 能夠把原來的這些應用服務 跟我們硬體的製造商做整合 那我們其實台灣在未來的 下一個世代的產業的競爭裡面 我們會搶得先機 站穩我們的一個腳步 所以我也相信 我們台灣不僅是在去年還是前年 被評選為四大創新國 以我們現在 不管是我們高雄現在的產業布局 包括喬科在半導體的領域 或者是在5G AIoT的新創原器的領域 以及我們現在現階段製造業 我們在印刷電路板 或者是在我們的金屬扣建 航鈦 衣材等等 這個部分 高雄未來 我相信能夠絕對成為台灣南向基地 能夠讓我們的產業保持領先 更有競爭力 好 謝謝市長 謝謝 感謝主席 感謝剛議員 按照 謝謝 謝謝我們張瑞宏